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 我们要探讨一个震惊全国的事件 托马斯 马修 克鲁克斯 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20岁共和党员 竟然在特朗普集会上开枪 最终被特勤局狙击手击毙 这位年轻人的动机至今沉迷 他的背景和行为与其政治立场似乎相悖 克鲁克斯的父亲和家人 也对这一途如其来的事件感到震惊和困惑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起事件背后的真相 以及他对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提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唐纳德 特朗普的集会成了焦点 一场枪击事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县爆发 直接挑战了人们对年轻共和党人托马斯 马修 克鲁克斯的认识 这个20岁的青年来自贝塞尔公园 在集会场地外的高处开枪后被特勤局狙击手当场击毙 这一事件迅速引起媒体的关注 联邦调查局 FBI也随即确认了克鲁克斯的身份 克鲁克斯的背景描述 似乎与他这次行动的动机截然不同 纽约时报报道 克鲁克斯使用的是一把AR 15型半自动步枪 这种武器在许多枪击事件中都出现过 在他的尸体附近发现了这把枪 让案件的调查方向更加明确 然而 这位年轻共和党员为何要对同党的总统候选人开枪 这个问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根据《商业内幕》的调查 克鲁克斯并无任何犯罪记录 这让他的行为显得更加难以理解 更令人困惑的是 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显示 他曾在2021年1月通过AR 15项进步选民项目捐赠了15美元 这种捐款行为显示了他对某些进步候选人的支持 但这与他的共和党员身份又如何调和 这一切让人更加迷惑 克鲁克斯在2022年刚刚从贝塞尔公园高中毕业 根据当地媒体Triblet的报道 他曾获得国家数学和科学倡议的500美元明星奖 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在学校的荣誉榜上出现过 成绩优异 前途光明 正是这种光明前途与他最终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今日美国 报道 在周日上午数十辆执法车辆驻扎在克鲁克斯的住所外 酒精 烟草 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的特工也在现场 还有一支炸弹小组 警方的高度戒备显示了这起枪击事件的严重性和调查的迫切性 克鲁克斯的住所距离巴特勒约一小时车程 他的父亲马修 克鲁克斯 53岁 告诉CNN 他正在努力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并表示会在与执法部门交谈后再谈论他的儿子 托马斯 马修 克鲁克斯的行为让家人陷入困惑和痛苦之中 作为一名年轻的共和党员 他的行为似乎与他的政治立场不符 克鲁克斯的父亲和家人对这意图如其来的事件感到震惊 无法理解为何他会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 这起事件让人们对克鲁克斯的背景和动机产生了诸多疑问 随着调查的深入 也许我们将能更好地了解真相 这起枪击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关注 无论克鲁克斯的动机是什么 这起事件都提醒我们 枪支暴力对社会的威胁依然存在 并且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 今日美国指出 克鲁克斯一家的悲剧只是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冰山一角 每一个枪击事件背后 都有无数家庭的破碎和无尽的痛苦 在这起枪击事件中 没有其他人员伤亡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力会因此减弱 事实上 这起事件可能会成为美国枪支法规和政策辩论中的重要一环 随着调查的深入 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了解克鲁克斯的背景和动机 并从中汲取教训 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无论如何 这件事已经在美国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克鲁克斯的故事是一个复杂的拼图 每一块碎片都需要仔细拼合才能看到全貌 从他的选民登记记录到他的捐款记录 从他在学校的表现到他最终的行为 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到矛盾和困惑 或许只有在所有的事实都浮出水面后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年轻人为何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总结来说 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枪击事件 揭示了美国社会中深层次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个年轻人走上极端道路的悲剧 还是一个关于家庭、政治、社会和枪支暴力的复杂故事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从而为防止未来类似事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 是联邦调查局、FBI 确认的特朗普集会枪击案的枪手 克鲁克斯是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贝塞尔公园的20岁青年 最终在集会场地外被特勤局狙击手击毙 虽然克鲁克斯是一名注册共和党员 但他的动机仍然不明 这起事件引发了对克鲁克斯背景 和行为动机的种种疑问 并再次引起了对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案件再次表明 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已达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步 我们必须承认 枪支管理的漏洞 以及过于宽松的枪支法律 使得类似的悲剧成为可能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 2019年美国有39707人死于枪支暴力 其中60%是自杀 37%是他杀 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够震撼 这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好像美国每个人手上都有枪一样 再说了 克鲁克斯他自己可是共和党员 你敢说这事儿能怪到枪支管理头上 要枪支法规收紧 那共和党可是最抵制的 况且 枪支在美国可是被视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 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 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不应被侵犯 克鲁克斯的行为不能代表所有枪支持有者 他只是个特例 其其 你这话说的简直像是要替克鲁克斯辩护了 再说 杰斐逊那句话是200多年前说的 那时候可没有人能想象到今天的枪支科技和社会状况 即便是共和党 对于大规模枪击事件也是无法忽视的吧 更别说 克鲁克斯还是个20岁的年轻人 他的心理状况和动机值得深思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数据 2020年有近四分之一的年轻人报告有严重心理困扰 这不能被轻视 楚天书 你这托词简直像是在推卸责任 要知道 美国的心理健康问题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这并不是因为枪支法规不够严格 还有 你说的心理健康问题 为什么只在这个案例中特别强调 就像是要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外部因素上 而忽略了个人责任 再退一步说 枪支暴力问题在世界各地也存在 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枪支管理问题 比如说 在瑞士 枪支持有率很高 但枪击事件却相对少见 这说明还有其他社会因素在起作用 其其 我并不是在推卸责任 而是在指出问题的复杂性 瑞士的情况固然不同 那是因为他们有严格的枪支训练和文化背景 你提到个人责任 没错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和法律环境对个人的影响 事实上 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卫生危机 根据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数据 枪支暴力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 高达2290亿美元 这个数字本身就证明了一个更加严格的枪支管理制度 是多么必要 楚天书 你这样说就有点偏颇了 经济损失固然是事实 但是这事不是因为社会其他问题为得到解决 比如贫富差距 教育不足 公共服务不到位等 再说了 看看历史上 美国在二战后的繁荣时期 枪支暴力也没像现在这么严重 那时候的枪支法规并没有比现在严格 你所说的经济损失 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不是单单一个枪支管理问题能够解决的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和改善社会环境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嘿 大家好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 这次主角是托马斯 马修 克鲁克斯 这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竟然在特朗普的集会上动用了枪械 还被特勤局狙击手当场击毙 这情节简直像电影情节一样惊险刺激 克鲁克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贝塞尔公园 他的选民登记显示他是一名共和党员 这就让人更摸不着头脑了 理论上说 共和党员应该是支持特朗普的 他怎么会对自己的老大下手呢 不过这也提醒我们 政治立场和行为有时候真的是两码事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克鲁克斯在一个高的上向集会开枪 没过多久就被特勤局狙击手给解决了 警方还在他身边找到了一把AR 15型半自动步枪 这玩意儿可不是一般人家里能够随随便便摆着的 这一事件让FBI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正在拼命地挖掘克鲁克斯的背景资料 希望能够挖出一些蛛丝马迹来解释这意图如其来的暴力行为 说到背景资料 克鲁克斯还真不是一般的小青年 根据记录 他在2021年还通过ActBlue捐了15美元给进步选民项目 这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还获得了国家数学和科学倡议的明星奖 这可是个不小的荣誉 看来克鲁克斯不仅在数学和科学上有天赋 还有些许政治热情 这让人更难理解他的动机 到底是一时冲动呢 还是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在里面 事件一发生 克鲁克斯家的住址外就挤满了执法车辆 还有酒精 烟草 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的特工 甚至连炸弹小组也来凑热闹 这阵仗真的是让人心惊胆战 克鲁克斯的父亲马修 克鲁克斯也跟CNN表示 他自己都还在努力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切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噩梦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的是 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又一次成为焦点 无论克鲁克斯的动机是什么 这起事件都提醒我们 枪支暴力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大威胁 枪支问题就像是一个隐藏在暗处的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引爆 带来无尽的灾难 总结来说 这起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极端行为 背后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克鲁克斯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令人费解 但这也提醒我们社会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努力来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并找出这些极端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随着调查的深入 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了解克鲁克斯的背景和动机 从中汲取教训 避免未来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事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